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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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來到 這間房間 這樣吧 在後了嗎 這房間 有這個槌進來的 這個位置以前 也覺得 有人見過有靈體 我們看看 這房子 溫度 比外面冷很多 下歷 甲子年3月8日 這房子幾年 舊了 全部都是農曆 看不到幾年 甲子年3月初發 要上網查一下 一會兒 你看這張照片 很夠 哇 長江樂園320公里 這房子真好陰 現在帶大家 再進去看看 四周圍的環境 哇 哇 大九山 這間的房間真好大 有地房 對 坐著 这个像以前的祠堂 就是祖先位 这个应该就是以前放祖先 其实这个范围真的很大 大家再看看里面还有很多房间 看到这些摆设画和雕 真的很有古香的鸡味 好 坐进去看看 好 我们进来没有太多窗 现在还有其中一个地方 是吗? 是 在哪里? 刚才那里 OK 好 可以 你猜不可以 可以 你猜不可以 你猜不可以 但是我看到女人 看到男人 现在我拿着摆设画 准备进这间房间 我就听到里面 啵的声音 究竟这个声音是在警告我 还是真的有些风声吹到一些东西呢? 我还看到个 暂时地下很多布置 还有地下有件衣服 打扰了 我反而过这间房间 几不舒服 这间房间 这间房间 就是另外一部分了 哇 人家的时间已经滴桌了 滴桌 OK 呃 那 在我身旁 这位也是向总理议协会的凯文 那 今天来了 一位新的嘉宾 那 这个地方是 他做提供的 那 诶 喜欢你叫什么名字 可以跟观众大家讲一下 大家好 我叫SHOIN SHO.IN SHOIN SHOIN 哈囉 搜先生 你好 亮亮亮 你的字太好亮了 那 搜先生 因为说真的 其实这个房 这个看起来 目前像这个房子 好 那这个房子 说真的 我是觉得它有点古色古香 对 对 那 它也是一种 就是好像我们那种 早期的那种 很 很大的那种宅院 这样子 那说真的 这个宅院真的 让我觉得 有点不寒而理 对 对 对啊 那 那个Kelvin 对 你刚进来这个房子之后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在外面看见 我也挺兴奋 因为 因为 我还没想到 在香港 是 还有一些 这样的 物质 这样的一种 老的房子 但是我一进来 是 是 是 我就 有一个 感 感觉到 是 有一个 样 呃 一个 方向就是 这里 可能有一些 不甘开心的事情 这里发生过 不太开心的事情 对 因为 我看到这种房子 有这么大街 那代表它 某方面来讲 就是像 那种早期 就是应该是很有钱人住的地方 那有钱的话 就会有问题 对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就让我想到 会不会是一些斗争 对 然后斗争了之后 有可能 大老婆害死了小老婆 等等之类的 小老婆害死了大老婆 对 就好像以前的一个什么 大宅门啊 之类的 哦 说真的 我刚走进来这个地方 好像走了一圈 真的觉得 这个地方真的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对 对 然后 然后 那 收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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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没记错 那收银 那我想问一下 好 这个地方 为什么你会建议我们来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 医生有一个很久的历史 很久的历史 那 我相信每一个地方都有他一个船座 然后 那 你也是住在这附近的嘛 对 对 在后面而已 后面嘛 对 那首先我必须要先感谢你说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 这方面的一个资讯 那 我想问问 就是 这个附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团作感觉 但是 我都 一直以来的时候 没有看这部有 忙 真的 没有一个人不舍 是 听不到 因为 因为我 不舍不舍很久 是 人上 人上 因为你毕竟没有亲眼见过 但是我有听到一些东西就是 你说 有人在这边 曾经有看过 对 有男 好像一个男生在厨房那里 对 然后 然后 就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是 再来一次就是有一个上班的电视之舞 01之舞 01节目 对 所以我在这里拍摄 是 所以我在厨房那边 厨房那边 厨房那边 看到一个 男人 男人 对 那 那我问一下 好 那在厨房里看到那个男人的时候 是 有他的工作人员吗 还是 根本就没有人在里面 而看到那个男人 就是没有 没有 其他人在里面 没有其他人在里面 对 对 凯文你怎么干 凯文你怎么干 没有 我在这里 刚刚 是 很冷 就是 有一阵 很寒的风吹过 就是在厨房那边 不是 刚刚在这里 在这里就有一阵很烦 很 欸 那个我们带 把摄影机带到这边 凯文说这里有一阵很寒冷的风吹过 对啊 哇 哇 这个地方 我们走 看一下 你是说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很寒 对 尴尬 在你跟收音台的时候 欸 说真的 这个看起来 真的是很气派 比以前的房子来讲的话 它真的是非常气派的地方 好有结理 像应该是上处就是放这个主线 对可以 就是主线的一个 那种 那种 其实相当平均 还是米南文化感 等等之类的 对 其实我们都会 我们都是 怎么讲 会在这个地方摆的一些 一些排位啊 这个之类的 对 对 很高的一层一层一层 对啊 对啊 所以那是不是有感觉到 到底是很寒风 对 那 OK 那说真的 被你教练讲 这边也感觉到一点冷 呃 恐怖哦 我们在前面 大家 摺摄大门口 是 对在整个地方 是 就是 而且上海 最全空的 是 世界 哇 好 那 OK 那说真的 恐怖 那 我 因为 这个地方就有点像是鬼屋啊 对 对 那 只是它是比较中国风的 那我还有 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话 有人 在这边看到一个女生 梳头 对 哇 他看 我在想后面看到的是一个 就是穿古装的那种 就是很 很 很那个的一个 女孩子 这样子 那 这个 对 哇 那这边等于说 这边的传说也不少 对 真的是恐怖 也非常感谢你给我提供这个资讯 说真的 我们这样子这样走过来 一边在叙说这个 那摄影机也在拍 说真的 这个 这个地方真的是 我可以想像它以前的那个 风光 对 对啊 好 那我们现在就走到了 另外一个 我记得以前这种老房子 都会讲什么 用箱啊 箱房来讲 对 那这个因为我分不清楚东南七别 我就先称它 为左箱 好 那我们现在左箱这个地方 说这个地方 就是你刚刚说 你上次好像就是有一个节目来这边拍 然后 对 厨房在这里有拍到一个 好像有一个男生这样子 对 对 那 说真的 今天喔 又是 月圆之夜 对啊 对啊 那感觉真的是 不知道 感觉气氛 感觉气氛是有的 然后我觉得胸口闷闷的 你知道吗 嗯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对 对 我有点那种喘不过气这样子 你看它的压力拍啊 对 压力真的很压力 让我都不舒服 而且在这个地方我还看到了一个东西 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嗯 这个地方嘛 这个地方 我真的是轻胎啊 对 怎么看我就觉得像个人形 我这样子给你们看 这个就好像是一个头 然后这就像脖子 然后这就像身体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 像头发 那像不像那个以前 那我找起来 我就绑那个蝙子 对啊 然后这个是它的下巴 嘴巴啦 然后这一带 就是它这个鼻子啊 眼睛 然后这样 往上看这样子 而且它真的是轻胎耶 对啊 它长得这个样子 也有点很不自然 因为轻胎它是喜欢生长在一个比较潮湿的环境 那照来讲 那是潮湿的话 那整块墙都应该 照来讲 那上面这些地方 应该是要长得很密才多 为什么只是长在这里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真的没有 对啊 而且 我刚刚听到那边有声音 公布 公布 我不知道 可是我听到 好像那个是 玩 那个木门的那种声音 打开啊 是不是 不知道 这边突发状况就是还蛮多的 我看一下 这边的温度 我看一下 现在这边的温度是22度 那我再拍一次 我再稍稍看这里 诶 这后面温度更低 是21度左右 诶 没有 现在温度越来越低了 只剩下20度 好 降温度突然降低 是不是有代表 有东西靠过来 因为 怎么讲 毕竟有人在这边看到男人 对 那我在想 因为我们毕竟是到人家家里 会不会我们感受到的就是他们 对 有嘛 有可能 对啊 然后我们再往前走一点 这个其实就是厨房 对啊 那我现在这边也是有架了一台摄影机 在这边做拍摄 看看能不能拍摄到什么 那我里面 因为 那个 收音 对 你说这个地方 之前他们有在那边拍到的东西 对 所以我在这边放了一台侧骨机 跟一台相机在这边做拍摄 好 那我们在拍摄的同时呢 看看他有没有办法拍摄到些什么东西 对 上一次拍到的是在上面的位置 对 那我现在是上面的位置也稍微给他弄到一点 然后我也拍到窗户 为什么会拍这样子 我这样跟你讲 我刚刚齁 其实 因为要拍摄的时候 我会先绕一圈 对 那 我前面已经把一些摄影机都放好了 嗯 那结果 我走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你也跟我讲厨房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里是厨房 那我走到这边来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的温度特别低 对啊 对 然后特别低之外 其实我还有看到一个很不寻常的东西 你看 这边温度只有17度 来摄影机 快点 你看这边温度只有17度 我们刚刚外面还有20几度 现在只有17-18度而已 你看温度又掉了 这边确实比外面冷很多 那这个代表是什么 因为人家说有好兄弟在的地方 就是我们俗称的鬼魂在的地方 他的温度会特别低 对 那这个地方我刚进来的 其实 我们那时候是没有带手电筒 我只是纯粹来做一个感觉 我刚刚好像就看到里面的 不知道什么 因为太暗了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看到好像里面有东西在动 真的很恐怖 而且我那时候才手一伸进去我就觉得奇怪 这里面跟外面的温度差好多 对 对啊 我刚刚在外面这边刚刚也凉了 才20 20度 20几度这样子 对 里面就掉了3度 你看一下还有22度 外面还有22度的温度 怎么会差这么多 怎么会差这么多 以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 温度低就是有不寻常的灵体存在 对 那所以说我们这样大概走了半圈 嗯 说真的 你们有什么样的感觉 的确 的确 那你觉得最不舒服 最不舒服 那收音呢 真的有一点很冷的感觉 就是很冷的感觉 对 说真的我们三个其实都是 不算是你们香港人口中讲的高龄人士 对 但是这个地方让我感觉特别阴冷 对啊 很奇怪 因为我进去 刚刚来之后 我在里面拍一些东西 是 也是觉得很疼痛 好 我都是有一种要 压或感 对 那好 下一节节目感应的地方先决定 来就这里啦 嗯 sorry 那我现在看到有一个楼梯 它上面有个阁楼 那阁楼呢 会藏的东西 基本上还蛮多的 试着往上爬看看 看看能不能在上面拍摄到些什么东西 好 好恐怖啊 哇 哇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好 上面真的空气好沉闷啊 受不了了 那上面的空气就整个好像 死的一样 哭狗了 蛤 OK 哈囉大家好 我是秦铭 那我现在 那我现在 因为现在 喔 那个Kelvin 他身体 不太舒服 那我就 自己在这个宅院里面 看看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说真的 刚刚我们是在左厢房 那我们现在要东厢房 那 刚刚 在拍摄的时候也出现了很 在左厢房那边也出现了很多状况 那不知道 东厢房 就是这个 右厢房 他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边有人挂了一支雨伞在这里 那雨伞呢 让我有点毛骨悚然就是 好像以前的一些片子里面啊 等等的 雨伞特别 很多都可以躲在雨伞里面 那这个房子 可以看得出来 他已经是年久失修了 但是你看他的衡量 其实还是相当的粗壮 代表说 他用的木头 木头是真的不错 那真的是个大宅院 而且他房间非常的多 哇 在 从这个木板上 隐隐约都可以看得出来一些雕刻 很漂亮的雕刻 哇 哇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好像有听到那个 ghost meter的声音 我在这上面发现了这个很好玩的东西 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以台湾的角度来讲 这有点像台湾之前 那这个房间就比较小间了 哇 好 合气生财 这个地方 说真的 真的很少人来 因為像昨天我們去那個 我們之前去一些地方 其實都可以 感覺到有很多人來 什麼那個塗鴉等等之類的 但這個地方完全看不到 那說真的我不知道這個是 這個東西是什麼 感覺好像是拿來儲水用的 這個是洗手間了 廁所 我的媽也好冷啊 這個風吹了 它這邊青苔長的 說真的都讓我覺得有點不寒而栗 好像有一個人的臉 然後在仰天長笑這種感覺 Oh my God 天啊 天啊 好接下來 我也要來感應一下啦 在我做完感應之後 其實 其實這把雨傘還是有持續的在自己晃喔 那這個是風 現在是有 有一點風 有一點風 對 喔 基本上它裡面有藏東西 所以說我們還是 這邊開始錄了 OK 很快 你好 我來看一下 好嗎 OK 好嗎 OK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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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